官人在这世界上我最得相信的只有你一个 当有一些人问我这是不是子料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大家对于子料的迫切需求和对于子料的认知匮乏 这两者之间的反差是多么的大 可以说由于现在的这个关于何天狱的主流思想 导致大家总想买一块何天狱子料 但同时大家其实并不认识子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造假手段 就像我刚才手里面拿的这块料子来说 有的人问这个是不是一块子料 其实通过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判断的出 问这个问题的人对于何天狱其实是一无所知的 这个在业内来说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这个不可能是一块子料 大家仔细看这块东西 为什么说它不是何天狱子料是一眼得知的事 子料根本不具备这种特性 子料是有一些带糖的 但是非常少 而且子料带糖大多数的特性根本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大多数是一些比较深的 糖色还有一点发灰 通常都带着很多的杂质 根本不会出现现在这么亮的颜色和这么好看的熨染过度 根据我手里面这块料子的特性 目前为止只有两种料符合它的标准 一个就是我们新疆切末的糖白 一个就是鹅料糖白 我手头这块就是鹅料糖白 很多人说鹅料干涩 大家看我手里面拿的这块 它就是鹅料干涩吗 姜吗是不是 我们近距离观察这个没有毛孔 删料修行当然没有毛孔 子料的特征最明显的就是有毛孔 不管怎么样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块料的油性 已经是到达一个极高的标准了 我感觉它都快冒油了 这种感觉 咱们再看一块子料 来我们看看资料的特征 很明显就是带毛孔 底部保留了少许 看毛孔还是很显眼的 这块料子它其实游戏 你看非常好对吧 我现在向大家公布一下 这块料子我放大给你们看细节的原因 是因为我不想让你们看到这块料的整个排行 这个不是我的料子 我不能把它就这么曝光出去了 也请大家不要刨根问底 这块料子就是目前你们看到的毛孔是一个造假毛孔 造的非常高级 就根本你没有办法辨别 很多人可能看到这以后 根本不会想它是一个假毛孔 它太过于自然了 再其次就是这块料的结构颗粒感 跟紫料的毛粘状的那种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我在这里调了很久 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的结构感 这个牌子的结构很细 颗粒很小 所以很难辨别 怎么看它都是紫料结构 这块牌子好几万块呢 因为不管怎么样 它都是紫料的样 但实际上它并不是 现在给大家公布答案 这块料子是一个额料 高仿的紫料 好了 大家看到了吗 现在的何天玉紫料的造假手段 已经高明到 你可以以假乱真 我在想一个问题 我们喜欢某样东西的原因 是不是因为这样东西好 那除此之外 我想不到其他原因了 你看啊 问题就来了 那很多人想买一块紫料的原因 那肯定也是因为它好 但是把一块料放在它的面前 它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料 你告诉他这是紫料 他就认为这个是 那好在哪里呢 其实大部分人根本说不出来 它好在哪里 这个就非常有趣 大家的爱好 好像被人左右了 他告诉你好 你就认为这是好 那你说这个好不好骗吗 这可以说一骗一个准的 关于何天玉紫料 一直以来的说辞就是 它是正统 因为它产自何田 这个东西又以何田命名 所以它才是真正的 所谓的玉 其他的都可以是旁门左道 在我读过的仅有的几本书里面 你完完全全可以找到 咱们中国的玉文化形成 根本不是基于何田玉子料 何田玉这三个字 只出现了一百多年 是清代才被命名的 在这之前 我们中国有好几千年的玉文化历史 那个时候 我们并不把它称之为何田玉 它有很多的名字 其中有一个名字叫做 昆仑玉 昆港之玉 大家有可能不知道这个昆仑玉所指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青海料 什么是正统呢 一百多年和几千年相比较 哪一个更加厚重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何时币 有很多说法 也算是众说纷纭 但是我个人比较认可有一个说法 我通过这些书本指使 我觉得这个何时币 其实所指的就是一块翡翠 应该是一块非常美的翡翠 那翡翠产自缅甸 对吧 那国外的东西大家不认了吗 那现在的翡翠都是产自缅甸的 并不是只有新疆的玉是最好的 这个说法其实局限性特别的小 何田玉资料尤其是最好的吗 那看看刚才那块高仿料 那这块高仿料就是一块鹅料呀 如果看过《山海经》的人 他一定会知道 在《山海经》上面记载的 我们中国很多地方都出产玉石的 为什么到现在了只有新疆才出产玉石 就是因为大家认为只有新疆的才叫做振脱 今天可能有点啰嗦了 拉扯的是有点远了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可以关注我 我是石头老季 再见了